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以来就是用威权的方式去镇压学生的抗争 以及去钳制学生的言论 所以我们会认为 教官本身就是一个威权体制的遗毒 根本不应该要存在在学校 这二三十年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 教官存在校园就证明我们的校园 还没有民主化 还没有现代化 新国会不用等新政府上台 现在立刻可以来努力 那么新政府未来也应该在行政面 来配合来落实 尽快地建立学生辅导体系 让专业的人士跟教师 来担负校园的这些工作 让教官完全地推出校园 师傅人不是军营 师傅人不是军营 学生不是士兵 学生不是士兵 好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是由郑大远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事务 这些节目主持人管主张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我们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的网站 我们会有直播之后 会在公库的网站会完整节目的播出 今天要不要谈的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我想在我们这一个代的人 在念大学或是念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会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所谓教官退出校园 我想在台湾的民主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教官一直在校园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过去可能比较是在一个除了在所谓军训教育之外 其实还包括所谓的思想教育思想管制等等 不过20多年来台湾已经逐渐的走向民主化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早就已经在大声疾呼 校官要退出教员 不管是所谓的高中校园或是大学校园 可是到如今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校官还在这个校园里面扮演某种的功能 或是扮演一定的这个角色 不过在4月7号的时候 也就是郑南龙的逝世纪念日的这一天 有一群大学生到教育部前面去抗议 他们抗议的主题其实跟20多年前是一样的 就是所谓的教官退出校园 那这个事件当然起因于在今年228 的一个政大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宣传的一个活动 那政大的这个教官呢 其实在同学在贴海报的时候 就把那个海报给撕掉 也引发了更大的这些所谓的争议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这一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也是相关的团体之一的 政大野火阵线的发言人 杨慈贤来跟我们来谈的话题 慈贤你好 关老师好 可不可以请你先告诉我们在今年228的时候 你们在学校里面发传单 在贴这些所谓相关的宣传海报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好那这个228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我们学校的 总图书馆的讲解室的铜像上面 先张贴了一些传单 那当时我们是受到住警队的 就是把就把我们驱赶 然后把传单都撕毁 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去可以自由张贴的风雨走行 张贴传单 然后没有想要在那里遇到我们学校的主任教官 他戴着口罩 然后没有穿着军服 就强行的把我们的传单给撕毁 那这中间的过程 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其实很明显 是主任教官是完全不懂任何的学校的规则的状况底下 然后把个人的意志 然后把我们的传单给强行撕毁 这样子 我想从主任教官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特别谈到所谓的个人意志 这也意味着在教官的这个所谓的过去的训练 或是跟过去的生涯当中 那个跟军队或是跟国家主义 甚至某个党国体系 是有非常高度的这种所谓联系 可是你刚刚谈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们原本是要在 这个蒋介石的同乡那边去贴传单 或是可能去做其他相关的这些所谓的行动 为什么你们要在校园里面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野火长期都一直很关注 转型争议的议题 那我们其实包含我们上个学期 也在我们学校推动 让我们政大的校歌能够废除 因为他有太多党国的浓厚色彩 然后我们上学期推动 那目前也有一些初步的进展 那所以我们到228的时候 我们觉得228是台湾人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然后我们政大作为一所人文的大学 那也不应该在这次的事件当中缺席 那应该有点声音 那我们就透过贴传单 把一些政治受难者的生平的故事 给张贴出来 让更多政大的同学能够去关注 228的时候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透过行动让学生来关注 特别是228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你们也把这个名字去把它公布出来 我记得我们在二十几年前 念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办过 相关228的这种所谓的追思 或是讨论的活动 也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一种 被失传单的这种经验 为什么在你们学校 会发生这么特别的事情 我想这还是 后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主任教官他做一个个人 然后他把他的个人意志 给强行的贯彻在我们学生身上 然后做这样言论审查 我们想说我们后来就觉得说 不要针对个人去做 就不要针对个人 因为有很多老的建议 我们或许可以用提告 或是走项内的行政救济的方式 那我们想说这样太针对个人了 我们作为一个社团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议题的层次给拉高 去反思说 个人背后整个体制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体制 是非常久以前 1950年代 就一直遗留到现在的一个 军训教官存在于 一个教育场域的 错误的体制 那其实已经过60年了 然后台湾的教育环境 还是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他不是一个主任教官 个人的一种作为 虽然这个个人背后 可能代表他的某种的 权力的位置 或是行政的位置 甚至他的某种生命经验 不过对我们来讲 他是一个更庞大的 一个在体制上面的问题 就好像刚刚我们的指贤 特别告诉我们说 这其实已经有一个 五六十年的历史 当然你们并没有在 这个228的这个事件之后 马上去提出这个诉求 而是在于所谓的 4月7号来提出 这个所谓的教官退出校园 4月7号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意义吗 我们知道这是当然是 郑南龙先生逝世的这个日子 那为什么要特别选4月7号 你们特别想要去做 什么样的一种 理念上面的一种诉求吗 好 当时政大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跟政大的校方 也谈了一阵子 那跟政大校方的沟通 是完全没有任何诚意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索性就想说 毕竟有很多的社团 不同的外界的社团 学生的意义性社团 学生的知识组织 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然后来跟我们接洽 那我们就想说 这次一次 可以有机会把大家联合在一起 让这个议题发酵的机会 那我们就没有要错失这个机会 所以就经过大概一阵子 我们查了一些资料 把一些论述比较齐全 然后本来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就要公布诉求 那后来我们因为一些事情就延期了 我们就想说干脆延期到四月七号 这天也是郑南荣自焚的熏悼日 那他自焚熏悼日在现在已经被定为言论自由日了 很多县都定为言论自由日了 那我们当初在政大就是言论自由被打压 在言论自由日 谈论被打压言论自由 我们觉得这是很讽刺的 可是能够特别凸显言论自由的可贵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在过去 至少我在我们在念大学20年前那个时代里面 我们常在做一种所谓的出版的审查 那学校都会做出版审查 出版审查除了包括像课外活动组 或者是像这个所谓的训导处之外 其实教官也常常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刚刚子贤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说 教官的制度的存在已经有大概五六十年的历史 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当时为什么在大学校园里面 会设立教官这样的一种职位 或是这样一种工作跟功能呢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国民政府他们 正确来说 因为台湾从以前都没有过军训教官 在校园里面这样的事情 一直到1949年的4月6号 其实就在4月7号前一天 当时的台大师大的学生 因为做一些政治的诉求的倡议 然后被当时的政府给打压 直接把军队就开进校园里面 然后大量的逮捕学生 那那个历史称作为四六事件 那从1949年到195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蒋家父子 他们为了要控制些学生的思想 特别是因为学生比较有一些 改革的理念 所以他们避免像之前的国共内战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如说发生一些学潮的事情 他们想透过救国团的体系 把军训教官安置在校园里面 来掌控学生的思想 来压抑一些教师们做学术的自由 所以其实是跟 其实也是前几天的四六事件的纪念 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这其实也是某种的 这种所谓的党国体制的延伸 我其实也可以再补充一些 基本的一些过去的经验 例如说在学校里面 它其实不只是设有教官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在学校的训导处里面 其实还有党父 所以当时的学生社团 我还记得以前在念士兴的时候 还有一个社团叫做二区党父 三区党父四区党父 那这是按照不同的科系 然后他就有各自不同的党父 然后这个党父里面的 类似像可能主委跟常委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其实办公的处所 就是在训导处 而在训导处里面 其实就包括除了一般的行政人员 或者是训导人员之外 还包括所谓的教官 以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党务人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过去的这种思想的体系 或者说这种思想的控制体系 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政党 已经逐渐的退出校园 可是原来的军事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控制也好 或是在这种所谓的军事的教育也好 当然存在的 还是仍然存在在大学校园里面 过去你在念高中的时候 也有学校有教官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大学里面有学校有教官 在高中的教官跟大学里面教官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是有差别的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求学的阶段 特别是现在民主转型的台湾 在求学阶段 我们跟教官其实都处得蛮好的 都body body的 那这不能够 一个教官的个人的善恶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头过去看 他的体制的问题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提出 这个诉求的原因 那其实高中跟大学的教官的差别在于 现在大学的教官 可能已经不会穿着军服了 在一些管制上也不会那么严格了 可是在高中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有很 比如说一些服役的检查 各方面还是非常仰赖高中教官在做执行 这是台湾现在大概教官的现况 那我们也许可以分开来谈了 在大学里面 所以相对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教官 他可能比较在这种所谓的 例如说好了 我们学校的教官 大部分都是在训导处里面的学安组 他可能会去负责学校的一些安全 例如说像所谓 或是学生安全等等的 这样一种工作 那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包括 检查服装以容 当然他有很大的一个功能 在高中的校园里面就是 他可能会去维护学校的安全 这学校安全可能包括 高中生可能会被认为是比较 会浅胸痘狠 然后会发生一些 这种所谓的打架的事件 这个时候常常 除了这个训导处的人员之外 教官就要出来处理 那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教官在高中的校园里面 他事实上有维护着某种所谓的安全 或者是去导正所谓的 所谓的坏学生 挂号所谓坏学生的某些的作为 那这样的一个功能不好吗 为什么他也要退出高中的校园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教官他做的很多工作 都不是军人的本质 那一个军人他从军的本来的使命 进到教育现场已经是完全的被模糊了 那其实教官现在做的 比如说一些校安人员啦 一些辅导人员啦 一些社工人员的这种功能呢 基本上都是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取代 才是正确的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强调要专业的分工 而且没有必要把 没有专业 没有像辅导专业的 这些军人们 硬是安插在校园里面 来对学生做辅导的工作 那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 像比如说在高中校园或大学校园 可能他有导证的效果 就一如我刚才说的 确实是有专业人员可以做补充 那其实最常听到的论述是 校园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一个教官 他的薪资大概可以聘2到3个 警卫或者是保全 那其实 这样子对校园的安全 其实才更有保障才是 但是有些学生 如果在外面发生打架的时候 或是有些冲突 常常会是教官出来协调 或是教官出来 这个所谓的救援 那一般的保全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一般的保全或许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在以前 那个杜正胜部长的时期 他曾经提出了一个办法 那那个办法里面就是希望以后可以 专责专功的去做分类 那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替补的人员 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仰赖给教官 然后教官变成说他什么事情都要做 没有一件事情是特别专精的 然后变得好像是保姆的角色 其实这是可以分类的 而且分类下去 才是对整个校园的体系是更好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点 这个切点 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单纯的 这种所谓的教官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系统 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校园而已 刚刚我们的来面特别跟我们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校官现在在校园里面做的事情 实际上非常非常庞杂 已经逐渐的失去一个军人 他应该或是他本来要做的一些工作 而且这样的一个庞杂 其实在一方面并不尽然是他的专业 能够去承担的 或者是说他的工作量 说不定在因此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甚至也让教官进入到某种危险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 当然在这一次4月7号 一群同学到教育部去进行抗议 然后提出这个诉求 教育部也做了一些回应 那我们的同学也提出了再回应的一些说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现场的再来看看 教育部当天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回应 而同学们面对所谓的教育部的回应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关教育部校园的议题 各位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 目前来讲 各位如果说看看去年的8000城报 今年年初的0206的澹澹地震 只要是学生有需要的 我们教官都会在第一现场里面 不管是在医院陪伴也好 或是邪助教堂也好 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可以实际去了解一下 教官在这边做的是蛮好的 为什么教育部过去这8年还无做 没有啊 在大学来讲现在大学已经自主了 大学自主 这是你们教育部谎言 你们办论大学才自主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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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要特别尊重大学自主 这个完全尊重 因为大学法大学他可以 对他的学校里面的行政 他是可以自主的 目前我们从95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这没有问题的 教官退出校园 教官退出校园 落实转型正义 落实转型正义 我就说 后来 可以学校园 我 憂 我 我 我的 合 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各式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各式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談到一個在台灣已經爭議了二三十年的議題 這個話題就是大學教官或是高中教官退出校園的這樣的議題 今天我們在節目現場跟大家邀請到的是政大野火政縣的發言人楊子嫻來跟我們談 子嫻你好 主持人好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節目裡面有提到你在4月7號的時候曾經到教育部去提出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當然教育部也做了一些回應可以簡單的告訴我們教育部在當天的回應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嗎 教育部的回應如果用一言以蔽之它是用一個非常老套的老調重談的方式就是它強調是校園安全的部分 然後不容抹煞教官對校園安全的貢獻 其實上一段節目我們已經把校園安全的論點給擊破了 沒有而且教育部的專員昨天在現場他也承認 他其實也有跟我們承認說其實校園安全的工作確實是可以交給更專業的人士做分折分工 而沒有必要通常都打給教官他們也承認了他們現在不願意去做改變 那他們昨天的整個聲明看起來很明顯的是在大學的部分他們是用大學自治的方的說法來做為不去做轉型正義的遮羞部 那我們其實也很快的在下午也有一個聲明來針對教育部 那其實我們一直強調的是為什麼大學的教官要退出校園 是源自於1998年的大法官的四字450號 那其實四字450號之前的大學法是規定每個學校要強制設立哪一些處事 比如說像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等等還有包含軍訓室 那在四字450號之後 軍訓室因為違反 正確來說應該說 450號他彰顯的是大學自治的精神 也就是說每個大學可以自己決定自己要怎麼設立自己的處事 所以變成說沒有強迫硬性規定要有軍訓室 那幾乎每個大學從那個時候到現在幾乎都是 就是很英雄苟且的就是毫無作為讓軍訓室繼續 放任軍訓室繼續留在校園裡面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其實不只是大學各個大學的問題而已 應該是回過頭來在政府身上 是教育部的問題 因為當初是教育部在1950年代 把軍訓室硬是安插在校園裡面 可是到了四字450號解釋之後 他又卻一副自己好像事不關己了 授權各個大學去處理這樣的爭議 我覺得這樣是毫無擔當的 因為其實一點都不符合 轉型正義的核心的精神 畢竟教官他作為一個黨國的威權的體制 當初在1950年代被放在校園裡面 到現在民主化的時代 他不應該存在於校園了 該出來處理面對這個問題的 應該是我們的政府 不是每個大學要自己去承擔這樣的責任 所以你剛有特別談到所謂的大法官四縣四字四百 第四百五十號其實有談到 學校的各個處事可以由學校自己來做決定 那目前有任何一個學校 他們已經把教官軍訓室完全廢除嗎 你剛是說是沒有嗎 其實是有的 像吳思華昨天他在質詢的時候 他被記者詢問的時候 他強調有十四所大學 目前已經沒有教官了 可是他更強調的是 你還是回歸到大學自治的精神 那就一如我所說的 基本上吳思華部長這樣 是完全沒有擔當的一個作文 其實沒有教官也看不到 有任何因為教官撤離之後的 一些問題的存在 所以這其實是每個大學 他都應該要去思考的一個部分 不過回到教育部的角度來講 他們最近這幾年非常強調的是一個 所謂的大學自主 然後包括我們之前在討論過的 有關於學生的這種所謂勞健保的部分 很多的大學校長 也都在談所謂的大學自主 那這其實會不會出現一個 非常奇妙的一種狀態 就是大學校長說大學自主 然後教育部不要來管我們 然後教育部說大學自主 所以我也不要去管你們 所以這其實被很多時候 這個大學自主變成是 雙方互相推諱的一種 一種所謂的理由跟藉口 在你們這個經驗上面 是不是也是如此的 是就是一個 一手掌握了一些教育經費 然後一手卻又認為這件事情 不用處理 教育部的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要玩一個兩面的手法 那各個大學基本上就 處於很被動的 不願意做表態的 不願意處於這種 有爭議的事情 那我們覺得大學自主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大學自主 一方面是大學要有自己 承擔自己社會責任 像我們政治大學是一所人文大學 他就更應該要肩負這樣的社會責任 去做出一些符合民主化的改變 那除了政治大學以外 大部分的大學都應該保持這樣的精神 那你的教育部更是應該 作為一個政府的機構 他應該要承擔他們當時所設下的錯誤的施政 到現在應該來做一些改變 當然教育部的說法是有一些問題 包括你們特別談到的是一種 所謂的推委某種的責任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同學們會直接的去跟學校 不管是跟校長 或者是相關的行政會議 或是校務會議裡面去提案說 校官就應該退出校園 按照這個大學法的精神 這個所謂大學自治的精神 或是大法官事件的精神 你們就可以做決定 何必也要讓教官來 讓所謂教育部來做決定嗎 你們會去做這樣的行動嗎 我覺得這是雙管旗下的 一方面是透過學校的校務會議做這樣的決議 因為我們看到 每個大學都有自己的組織章程 一如大學法的精神 每個大學都有自己的組織章程 那這些組織章程在1998年之後 幾乎又全部都保留軍訓室 基本上這是沒有作為的大學們 那這次我們也有一些學校 要透過校務會議的方式來進行提案 那另外一個手段是 還是從法治上的根本的 把所有的大學還有高中的教官 都可以一次在法治上做個解決 要怎麼樣在法治上做解決呢 如果說大學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在試制大學法 基本上大學法已經沒有教官了 可是在大學的 大學法的實行細則裡面的第13條 他有說大學如果要設置教官 大概要什麼樣的狀況 基本上我們先把大學的 大學法的實行細則給廢除 然後我們希望的 一如我們的訴求第三點 大學法要修法要增加一個 專門的條款 是要讓黨政軍特不能再進入校園 不能再讓這樣子可以作為政黨的打手 政治的黑手的可能性 繼續在校園裡面發生 那這是在大學的部分 其實上在高中是不是也在2013年 高級中學的教育法裡面 其實有所謂的八年條款的設定 也就是說在2013年之後的八年 在2011年左右 是不是在高中就不會有這種 所謂的教官的存在了呢 其實2013年的高級中的教育法附帶決議 有說高中教官八年內會退出校園 那這三年已經過去了 基本上我們沒有看到政府有任何實質的作為 可是我們還是這次比較針對的是大學部分 可是我們在高中跟大學當中看到的是 高中已經有做解決了 大學是放任各大學做決定 可是變成說現在高中的教官 大概還有兩三千位 那變得有點無所適從 政府曾經答應八年內要讓他們退場 可是政府又沒有任何完整的 退場的機制 那基本上這是政府的錯誤 因為現在搞的高中的教官們 也都人心惶惶的 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會不會 突然就被政府收走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政府應該要積極出來 承擔責任才對 你的意思是說八年條款 即使已經出現了 可是相關八年之間該如何退場的一些 不管是他的進度 或是可能也包括要輔導轉業 或是轉職的措施 但是到目前為止也是看不到的嗎 是啊是看不到的 其實在2007年的時候 杜振盛他有一個 我直接念全文好了 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院校 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 專業人力實施計劃 在這個計劃當中 他其實是不只可以針對私立大學 他可以針對所有的 目前有軍訓室的校園 都一次可以做個解決 把大學教官的工作分給專業的人力 比如說社公司心理師 宿舍與輔導管理人員 下案人員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普及的 而且其實這個辦法都非常明確 而且這當中其實牽涉最大的問題 是每個學校的經費 因為每個學校的教官經費 基本上都是現在教育部給的 那其實整個教育部每一年大概花 三四十億的軍人的經費 而不是發 花在教育經費 這是很吊詭的現象 因為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軍人竟然不是給國防部發薪水 而是給教育部發薪水 那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狀況 其實透過當時杜正盛的方式 他會繼續補助各個學校經費 然後補助學校經費之後 這些經費能夠更彈性的運用 其實這是很妥善的退場機制 只是要做或不做的差別而已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點 就是今天讓這些軍人 應該要有的這種所謂的薪資 或是相關的生活津貼 結果是由這個教育單位來支付 事實上也就排擠了其他 在所謂的教育經費的使用上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荒唐 以及非常非常吊詭的一件事情 特別是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在談到學生助理勞健保的時候 學校就告訴我們說 學生我們學校沒有錢了 沒有辦法去幫同學去保勞保 可是如果這筆錢可以去做妥善的使用 或是做某種的遺傳 事實上它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切面 那剛剛之前提到說 這會涉及到所謂的修法 那在這個抗議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立法委員來表達 對你們這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說怎麼樣去透過立法院 來進行所謂的修法的提案 或是進一步的這些行動呢 因為現在是新國會 那其實新國會他們有蠻多的立委 他們在過去也參加過學生運動 那其實這個訴求從1950年代的雷震的自由中國 就曾經很大聲的說要讓教官退出校園 可是我們都知道後來雷震他就被關了 那到1980年代台灣社運動剛起來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人一直喊 那其實這沒有辦法跟軍方做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 那這一次目前有很多的立委他是願意支持我們的 像昨天願意出席的就黃國書 政立軍蘇巧合還有時代力量搞入以用 那基本上我們覺得現在透過教育委員會的方式 可以用立法來領導行政 讓行政做出一些完整的配套方案是可行的 嗯哼在教官推出校園這個議題的背後 除了剛剛談到的是一種所謂的軍事的力量 進入到所謂的學校體系之外 我覺得他其實背後還是有一個政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代表的是一種所謂的威權的象徵喔 那當教官推出校園之後 學校裡面的威權的問題他就能夠解決嗎 或者是說在你自己念大學的這幾年當中 你覺得在你所身處的大學 或是你的朋友裡面的大學裡面 還有哪些是有所謂的比較威權式 而不是真正的讓這個大學可以真正的自主 學生有可以自主學習的這樣的一種 一種所謂的氛圍或是有哪些做法呢 我必須說其實教官如果推出校園 校園裡面的威權的這些方式 可能還是不會有所解決 因為我們的整個台灣的學生 對於這些自身權益的爭取 其實一直都是很不積極的 那就我們所了解像我們的有社 北大返強社 今年在228的時候也有相關的活動 也是一樣被學校的學務體系的人 就給強行的撕毀 只是他們沒有像我們引發這麼大 後面的後續的輿論 那我們也知道像福大 福人大學目前他們的軍訓課 是全部強制必修的 那這其實就是台灣 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像我剛才提到的軍訓教育的部分 其實這是可以藉由國防部派任 專門的講師來做解決的 我在這邊也先回應一下 對因為很多同學會一直想說 那如果沒有教官 那軍訓課誰來上 其實很簡單 就只是國防部派人來上個課 然後也不用讓軍人長期住校 待在學校24小時 那剛才提到的威權的 在校園裡面威權問題 我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的去解決 可是可以透過教官推出校園 讓全台灣的學生可以理解到 教官是過去 教官的體制是過去不正義所產生的 那我們現在竟然在高呼轉型正義 我們把過去的東西移除掉了 我們再創立一些新的 比如說像大學法專門的條文 這其實是有助於大家去認識 我們要怎麼去追求自由民族的價值 我相信很多的教官跟學生的感情 或是互動其實都是蠻好的 或者說在看到在大部分的狀況當中 校官也不是那種所謂的 真正的這種所謂的威權的臉孔 來擺著來面對所謂的同學 甚至在很多生活上面 也同學有非常大的協助 不過就像我們今天在節目裡面談的 在整個制度上面 在整個思想上面 或是在某些關鍵的時刻上面 這些威權的力量 它依然是會產生某種的作用 甚至在整個體制上面 它根本就並不適合來這樣設立這樣一種角色 而且特別是剛談到在經費上面的問題 其實也對所有大學的經費上面 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來賓 在節目當中 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話題 也希望這個話題能夠帶起更多的同學 或者更多社會觀眾 社會大眾來去關心這樣的議題 謝謝直接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